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家瑜被家暴 而且被阮禁 这个消息是怎么出来的 其实这个消息出来 外面怎么很多人传言说他自己拆弹 其实说真的同一就已经有警报了 就是说他自己就先把这个引爆出来 他不是拆弹喔 他是让他引爆 为什么 因为同样会有伤害 但他把傷害降到最低 他怕什麼 第一個 高教育怕他的私密影片外流出來 第二個就是 先打預防針 先打預防針 有這件事情 之後誰爆出來就知道是誰的嘛 就知道誰爆出來的嘛 而且那個本來要外流私密影片的那個人 恐怕就不敢外流了吧 對 這第一個 就是我提醒你喔 就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啦 你就不敢那麼作念 還有第二個就是 他那時候認知在議員跟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的助理的一個狡障本 他裡面有一些些東西 是可能無法讓人家檢視的 那如果公開曝光檢視的話 可能啊 他可能會官司殘身啊 所以外界傳言 他自己自爆 對 是為了讓傷害降低 對 其實為什麼會說自爆呢 我是從週刊的一些畫面 也看出一些蹊跷 對 我們就看一下 狗仔跟文字上面有多麼的不合 我跟你講 狗仔如果純拍高家瑜的話 怎麼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直到最後的結尾對不對 但如果是文字告訴狗仔東西 我要什麼東西 你拍什麼東西給我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囉 那就可能就是有人爆料 或他自己放出來了 首先我們先看一個畫面喔 他在11月11號到13號的時候 高教育招要家暴嘛 那時候在飯店裡面 他在飯店裡面被囚禁 他說手機被沒收了 但是飯店裡面都有電話呀 而且你可以 你能撞擋部你沒辦法撞牆 你沒辦法敲牆叫救命嗎 可以吧 出來之後14號並沒有報警喔 他是透過了友人 跟友人訴說這件事情 又去驗傷 一直到了17號的時候 隔了六天 他還能參加錄影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今天清零創傷了 你被家暴了你還能去錄影 一直到11月24號這天就不得了了 這天我們看那個畫面啊 在林姆的告別室裡面 我們能發現說 記者很精確地拍到高家瑜 但是 我們如果是收到爆料 要拍到男主角的話 必須要有人跟我講說 那個是誰 為什麼要拍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個鏡頭 高家瑜出來了 後面就是那個男生 拿著捧的箱的畫面出來 怎麼會做這樣的分鏡呢 這不是自然的偷拍啊 因為一般的狗仔 我們到了葬儀社或是殯儀館 我們通常拍攝的話 都是簡單的帶過 第一個 他並不是黑社會大哥 他並不是政商民流 他只是一般的一個 小市民的媽媽過世 但是沒想到 竟然有人發新聞通知啊 這不是發新聞通知嗎 怎麼會有狗仔直接 很精確地拍到那個男人 而且你看 高家瑜出來的時候 是第一人頭出來的 那表示其實自己在塞印 在塞了你知道嗎 我看到畫面我就覺得 非常非常奇怪 如果今天是高家瑜 所以就說高家瑜遭到家暴之後 為什麼遲遲沒有去報警 是因為他其實要準備好 他要準備好 沒錯 他要準備好 有辦法拆這個彈 或者有辦法讓這個傷害 降到最低 他才要出來報 沒錯 通常都是這樣子 對 通常我們通常知道說 周刊很喜歡寫的知情人爆料 自己消息透露出來 我跟你講 不是身邊的人 就是他自己 比你下跪 然後比你就是 道歉 然後照他的話說 照他的要求去做 他對我施暴的時候 他說他是第一次打女人 其實在一起 大概兩三個月 我就覺得他好像 很容易暴怒 然後情緒很容易失控 然後他隨時 身上都有一個錄音筆 然後隨時他說 他都有在側錄 你知道他媽媽 胡克朗就有報律師 我也被拍到說 你還是有到他的告別時 然後一整天 那到30號才報 這中間大家會認為說 既然他都已經有暴力的機會了 為什麼24號還要去 然後另外說 為什麼30號 周刊才有爆料的機會 事發的當下 當然我是非常的恐懼 也非常的驚慌 控制我的手機 然後手上有很多的 照片影片等等的資料 他慣用的手法 可能就是用這個方式 來去脅迫他的女朋友 不管是我 或是其他的受害人 其實都有類似 這樣子的一個經驗跟狀況 所以第一時間 當然我們 可能在這樣子的一個 威脅跟恐懼之下 其實也只能順著他的意思 然後盡量的不要去激怒他 所以我其實當下 我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不要激怒他 那等他母親的告別式結束之後 再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他當然他也是一直哀求我說 因為他的母傷 然後他自己有在吃身心科的藥 所以他有很多精神狀況的問題 那希望我能夠體諒他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畢竟之前他媽媽住院等等 我也都有多次探望 那基於晚輩對長輩的這種情意 我想我還是不管他這個人怎麼樣 但是對他媽媽我覺得 還是我盡一份我該盡的義務 他對我施暴的時候 他說他是第一次打女人 然後他說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他說就是因為他母傷 然後又長期吃身心科的藥 所以這個精神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然後他就頻頻的道歉等等 我想很多的假暴者可能都是這樣 其實在一起大概兩千個月 我就覺得他好像很容易暴怒 然後情緒很容易失控 然後失控之後就會開始威脅恐嚇 然後逼你下跪 然後逼你就是道歉 然後照他的話說 照他的要求去做 後來就是我發現他就是會偷拍 然後他常常會說 我們剛剛講話都有錄音 然後他隨時身上都有一個錄音筆 然後隨時他說他都有在側錄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就是會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 跟你拍很多的照片影片等等 我才知道他有這樣的習慣 那他也跟我說他不只是我 所有跟他講話的人 政治人物等等 他都有錄音 然後隨時有在整理這些檔案 所以這才是讓我覺得最害怕的地方 當然第一時間我覺得非常的丟臉 就是說 就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那甚至 我也沒有讓家人知道 真的是世人不明真的是非常抱怨 因為他手機裡面確實有很多 關於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不雅的照片或是影片 那他曾經也試圖拿這些來脅迫 見識到這個所謂 人性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面 在我人生成長的經驗裡面 可能都沒有遇過類似這樣子的人 靈性男子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受害者 他們其實也試圖跟我聯絡 幾乎很多他曾經交往過的女朋友 都用類似的手法去恐嚇、脅迫 然後逼他們必須要順從他的意思 然後照他的話去做 不管是他在政治圈或是在很多企業界 在很多學界等等 他都有很多的關係、人脈 所以我相信其實比我更弱勢 更沒有能力的這些女性 其實在被他脅迫之後 其實是更孤立、更無助 當然第一時間我覺得非常地丟臉 就是說 就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嗯... 但很多人說就是 你要勇敢出來面對 然後如果我都不能勇敢面對 那其他人他怎麼敢勇敢地站出來 那甚至我也常常想說 其實... 平常我在媒體上 在給大家歡笑 不管是唱歌、搞笑或是什麼 就是我希望呈現給大家的就是 比較正面陽光的形象 所以...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其實自己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可能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甚至... 我也沒有讓家人知道 因為第一時間我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難看的事情 媒體上的報導之後我才知道說 他就是有這麼多這些事情 其實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真的是... 是人不明真的是非常抱歉 就是覺得說... 就是自己真的很蠢 那因為他手機裡面 確實有很多關於我們之間 可能有一些不雅的照片或是影片 那他曾經也試圖拿這些來脅迫 不管是之前的女朋友 或是拿很多的東西來脅迫我 包括他昨天其實在媒體上啊 網路上不斷的去帶風向跟操作 希望說林先生他能夠把這些資料 影片能夠交出來 那律師有跟他聯絡 但是他都沒有回應 那所以後來我們又去加告 加重提告這個所謂的 妨害自由 還有妨害這個電腦使用等等 我覺得受害者可能不是只有我 但是今天這個事件之後 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受害者 那怎麼想要跟議員放出啊 要不要解釋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這要拍VIR影片 面對記者提問到底有沒有施暴 說著一連串沒有沒有 他就是立委高嘉瑜的男友林秉書 檢方認為他涉嫌傷害 妨害秘密 私刑拘禁 強制等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有搜索必要 在昨天晚間向法院申請搜索票後 前往林秉書居住地 副都飯店將他拘捕到案 同時也到了他在板橋的住家 執行搜索 扣押像是他的手機 平板還有隨身碟 錄音筆等物品 新北地檢署指出 高嘉瑜昨天晚間八點多 到地檢署耗費了約一小時 就完成征訊筆錄 而檢方訊後認為林秉書居無定所 而且有逃亡串供或是 湮面證據之餘 才會深夜出動大批人力 遭林秉書居提到案 而高嘉瑜被爆出遭男友家暴之後 昨天只有以文字感謝外界關心 辦公室表示 高嘉瑜將會在今天上午十點半 在立法院外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 除非各位觀眾林秉書他已經在今天凌晨四點的時候被板橋分局呢 在板橋附近的一間飯店給拘提到案 原因就是因為在於說他被立委高嘉瑜來提告傷害 而且甚至呢高嘉瑜在昨天也已經到了清北地檢署這邊來製作完筆錄 對他也提出了防漢隱密還有拘禁等罪 因為警察官認為他可能會有逃亡之語 所以呢也立刻當時請了板橋分局員警到他的家裡面要來找他 不過一度呢是找不到林秉書 因此後來是在板橋附近的一些旅館將他給拘提到案 因為呢甚至懷疑說林秉書他的手上可能還握有一些其他的畫面 因此也立刻持搜索票到林秉書的住家裡面 查扣他的iPad還有筆記型電腦 所有任何可以去掌握到這一些檔案的設備通通都被查扣回來 因為林秉書呢甚至還被我們追查發現說 他在去年的時候曾經因為跟一名女子分手 但是呢還是跟他吵架甚至出言口吓他 揚言說要把這些畫面寄到女方辦公的地點給他的同事 讓這女方心生畏懼 後來雙方呢告上了法庭在法庭對部公堂 當時林秉書他還跟法官來主張說 因為他的媽媽正在安寧病房裡面身體不太好 希望在媽媽的有生之年可以好好的陪伴他 當時法官呢也鑑於說他雙方已經達成和解 因此是給予他緩刑兩年 沒想到呢現在緩刑期都還沒有結束 他就已經被高嘉瑜提出了傷害的告訴 他的緩刑現在恐怕也會面臨撤銷 而因為現在整個林秉書呢 他現在已經在板橋分局裡面是夜間停止訊訊的狀況 稍後任何最新的狀況我們都會為你掌握 主播 林楠的黑資料不斷被棋底 真假我們搞不清楚 但現在外傳他是啃老族啊 是啊 在這一個水果日報 他這一個即時的一個報導裡面 他就講出來了 2015年的時候 這一個林姓男子 剛剛盛梅不是講說 他之前跟他的一個前女友 然後因為有恐嚇案件 然後在法庭上面還跟這一個法官講說 因為我的媽媽在安寧病房 你是不是能夠判輕一點 讓我能夠陪媽媽最後一程 可是這一則新聞 我們看到實在是搖頭 為什麼 2015年 這一個林姓男子為了要錢 因為他沒有工作 然後他要跟母親要錢的時候 他在板橋的住家 把這一個鐵門給關起來 不准媽媽逃離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下這麼重的話 因為他在要錢的時候 媽媽不給他 他讓媽媽怎麼樣 高舉椅子 然後跪在地上 不只這樣子拿掃把 衝打他母親的腿 還拿剪刀戳他母親的身體 同時還踹房門生氣 踹房門摔家具 然後還拿到恐嚇 告訴他媽媽說你要錢給我 而且在2015年的7月 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 對 是嚴厲的指控 而且他媽媽 那水果日報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他媽媽受不了 他媽媽報警 媽媽有報警 媽媽有報警 而且在新北地院的時候 也有成案開這一個 這個保護庭的時候 然後法官 因為他們媽媽跟林姓男子 都沒有去 然後法官就依照警察 這一個製作的一個筆錄 然後看到了那一個照片 你有踹房門 你有摔毀家具的這一個照片 然後判了 讓他馬上要遷離媽媽的住處 然後跟媽媽要保持100公尺的距離 所以說這些都是有這一個 新北地院的這一個 確定成案的 確定成案的 所以說我剛剛聽到 剛剛盛媒在講說 他還跟法官請求說 媽媽在案例病房 但是你在六年前 你怎麼做這種事 而且你還是 這一個法律高材生 不知道嗎 這樣的恐怖情人 他怎麼會跟他交往呢 他做立委的時候 什麼案子他都查得到 為什麼嘟嘟 林安 過去的黑資料 他搞不清楚呢 我們來聽高家瑜的歌聲 聽一跳 愛就看時間弄 每一分 每一秒 我終於翱上 有心默默不害怕 那裡會有 風箏黑的圓盞 我終於不該愛知道 就知道 I'm so sorry 我讓你生氣氣 今天下午高家瑜已經到警察局去對他的男朋友 零性男子提告傷害 那這個動作就是證實他的確被他的男朋友爆打 而且威脅跟恐嚇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話說從頭 高家瑜之前是跟他的這個助理 姓馬叫小馬 他們愛情長跑了20年 大家都以為這兩個人一直在一起 其實沒有 小馬已經跟高家瑜分手 而且小馬現在已經是新手爸爸了 高家瑜在半年前認識了這個林姓男子 現在是他的男朋友 11月11號 民進黨在內湖辦一個公投說明會 高家瑜在參加完活動之後 直接就到新北市板橋的這個飯店 跟男朋友約會 照理說這就是甜蜜的情侶的約會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因為這個林姓男子看了高家瑜的手機 一看不得了了 你怎麼還跟你的前男友 就是我們提到這個小馬 你怎麼還跟他有相互往來的簡訊 簡訊裡面提些什麼呢 我剛剛講了 小馬因為剛當爸爸 所以他還跟高家瑜講說 你幫我買一些什麼嬰兒用品之類 都是一些很家常的對話 然後根據媒體的爆料室呢 這個小馬又提一件事情說 我有一隻手錶放在你住的地方 那這個就激怒了他的男朋友了 吃醋 我覺得說 你怎麼還會跟他有聯繫 還講說什麼手錶住在你的住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林姓男子第一時間 他抓起高家瑜的包包 把門 房門就飯店的房門打開 丟出去 第一時間先丟他的東西 高家瑜衝到門口的時候 他把高家瑜 高家瑜的長頭髮 抓回來直接拖在地上 把他拖回房間之後 就用 因為這個林姓男子有180公分 高家瑜不到160公分 其實身高有差距 他直接對高家瑜鎖喉 然後暴打他巴掌 非常非常殘忍 你知道嗎 一邊打一邊嘛 高家瑜全身都是傷 根據媒體報導的內容 眼睛受傷 嘴角腎血 甚至整個臉全部腫起來 而且手臂跟喉嚨這些地方 全部是瘀青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呢 他打了之後發現他受了很嚴重的傷 所以兩天時間不讓高家瑜 離開那個旅館的房間 然後把高家瑜的手機拿來控制住之後呢 裡面所有的公司的所有的資料 電話 對話 記錄 都被林姓男子全部下載過去 我難以想像是48小時 高家瑜是怎麼過的 11月11號到11月13號 兩個人在這個飯店裡面呢 呆了兩天的時間 到11月14號 這個林姓男子終於讓高家瑜能夠離開 所以高家瑜在13號離開之後 11月14號到台大醫院去驗傷 同時呢 通報了家暴的這個系統 那你受傷了 你是不是應該跟你的男朋友切割了 結果沒有耶 各位知道嗎 11月24號是這個林姓男子的媽媽過世 然後那一天呢 是公祭典禮 這個林姓男子呢 其實我們各位也是今天才認識這個人 怎麼會他媽媽過世 你知道那公祭典禮的林堂裡面 花海堆到外面去了 立法院 司法院所有的政商名流 全送了花了 還有立委業都送了花 那在這個林堂裡面呢 高家瑜還以家屬的身分 陪這個男朋友呢 送這個林媽媽一程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高家瑜的朋友跟媒體爆料說 林姓男子控制了高家瑜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11月11號爆打高家瑜之後 直接在紙上簽了一個切結書叫他簽字 什麼那個內容呢 你 你為什麼呢 這個你的公費助理 其實根本不在這個位置上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公費助理的這個名額 總之就涉及到所謂立法院助理的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呢 因為他的這個林姓男子呢 握有他跟高家瑜之間的親密影片跟照片 有很多想像空間 所以高家瑜變得有口難言 他第一時間也沒有辦法報警 他也沒有辦法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那只能任由這個林姓男子予取予求 但是這件事情爆發之後呢 很多人很驚訝說 怎麼會這樣呢 真的是被威脅嗎 所以大家也開始起底說 那這個林姓男子是誰 所以呢這個家暴事件是真實的 但是彼此之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好奇林男到底是誰 今年43歲 大學念的是法律系高 比這個高家瑜呢大兩歲 然後他現在是什麼職業大家總要問吧 是 他現在呢 其實只是在念博士班的博士候選人 他在念政大 那除了在這個政大念書之外呢 他本身 大家看到 常常會去上一些廣播節目 也會常常跟政治人物 主持人名人去合照 網路上就有一堆他跟阿中的照片 然後跟哪個部長的照片 所以就有人講說 他基本上就喜歡去趁這些 政治人物的熱度 那這個也是很奇特 好 我們先來聽 他在廣播裡頭到底說了什麼 但他真的曾經在國安相關系統工作過嗎 他真的是板橋林家的後代嗎 我們等會再幫你解謎 先來聽一段他的廣播 我個人是傾向認為說 他起心動念應該 他現在應該做最後的考察 但應該是傾向是要選 我認為 對 但他如果選的話 你就對藍跟綠來講誰比較有利 我想那很 談出來說當然是對 藍應該是希望他出來 當然是對綠的影響會比較大 其實他對政治也滿狂熱的 是 而且一開始媒體報導說 是不是林家後代 林家立刻就否認沒有這個人 不是板橋林家後代 那跟國安會有關係嗎 因為又有一個說法說 是國安會的幕僚 然後又是跟顧立雄很熟 沒有 國安會也否認 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是因為媒體報導說 這個林姓男子 其實他之前就有暴力對待女朋友 這樣的紀錄 這是一個判決書上的 為什麼呢 在去年2020年的8月 他跟他的前女友非常不愉快 為什麼 因為他有控制狂 他要求他的前女友 一定要辭掉工作 不准去上班 可是他的前女友還有一個孩子 所以前女友說 我沒有辦法不去上班 你知道嗎 來 判決書上說 2020年8月11號到25號這幾天時間 林姓男子瘋狂的用LINE 傳訊息給他的前女友 說些什麼呢 他說 我現在不要跟你在一起 也不要錢 我要整死你 這都是那上面的對話 接下來他就說 你不要不相信 我會讓你消失 你現在敢不聽我的話 我不會像那些人這麼笨 什麼旅行帶 旅行箱 我會直接讓你消失 這聽得懂了吧 接下來 恐怖 恐怖情人 沒有 接下來他又說 他說 你的影片我都準備好了 我只要一個E-mail 你就知道厲害了 很可怕 接下來他就說 我會殺死你和你的小孩 提到小孩 他的前女友完全崩潰 就跟他道歉說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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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要碰我的小孩 我對不起你 你知道林姓男子怎麼說 你現在立刻給我下跪道歉 你現在給我跪下道歉 你不覺得他瘋掉了嗎 後來是前女友即使是道歉 他也認為他沒有辦法擺脫林姓男子 所以去年的8月 他的前女友就直接報警了 報警之後呢 這個官司纏送了一年 在2021年今年8月 其實這個8月的時候 高嘉瑜應該已經跟這個 林姓男子已經談戀愛 因為談戀愛半年了 他出庭在新北地院的時候 林姓男子認罪了 所以前面講的這些 你都有傳 林姓男子就被判刑確定了 對 對 然後他主要講理由 你為什麼要講什麼旅行箱 我要讓你死啊 你知道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 我認為啊 我講這些事情 他不至於心生恐懼 他自己學法律的 他一直說法律弄不死他啊 對不對 他說我認為我講這句話 不至於心生恐懼 但是法官當然不聽 所以他只能認罪 他的確傳這些簡訊 所以呢 但是他跟法官求情是說 因為今年的8月 他的媽媽 林姓男子的媽媽 已經住在安寧病房 大家知道11月24是出病嘛 所以他就求情說 拜託啦 不要判那麼重啦 讓我可以陪我的母親 走完人生最後一里路 所以呢 法官判了 拘役40天 緩刑兩年 各位 他現在還在緩刑中 那各位 他現在又打人了 新北地檢要辦他了 高嘉瑜已經去報警了 所以他這個官司就沒完沒了囉 換句話也就是說 他是有 過去是有壞記錄 是有前科的 是 那高嘉瑜明知道 又為什麼要跟這樣的 恐怖情人在一起呢 我們來聽高嘉瑜怎麼談 他對愛情的想法 某種程度我是以男朋友為重 這點是確實 結婚可能對我而言不是這麼重要 但是生小孩可能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生小孩了 我就會想要結婚 這是一個 就是說我會希望小孩是有家庭的 我爸爸媽媽 但是如果我現在沒有生小孩的話 我就不一定要結婚 對 因為結婚 我覺得不是愛情的保證嘛 那很多人其實結婚了 就是現在這個社會 離婚的也越來越高嘛 欣賞男生喔 條件開出 有才華 有才華 幽默 會唱歌 剛剛唱得很好 會寫詩 看得順眼就好 看得順眼就好 他剛剛講的就是憲哥了 你看 不喜歡會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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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哭解了 不是 會打人 會打人 沒有 超級型 真的 非常好了 不喜歡 podcasts 有 本 會打人 感谢观看